10月6号,佟丽娅更新社交平台动态,她提示大家国庆节即将结束,佟丽娅说,叮咚,您的小宝贝上线提醒您,假期只剩下一天,很多网友就会好奇了,佟丽娅怎么过节的,和谁一起过国庆节呢? 陪老公陈思成吗?不是的,而是和闺蜜董璇一起度过的,10月2号深夜10点20分,一个女网友宣布自己在澳大利亚悉尼,撞见了佟丽娅和董璇,该女网友表示佟丽娅和董璇本人很瘦,很美,并且用英文说,Thanks for your signature,翻译过来就是,谢谢你的千宁,高云翔按键迟迟没有水落石出, 董璇也不得不陪在高云翔身边,绑住她摆脱罪名的指控,这位女网友晒出了自己和董璇照片,还和佟丽娅自拍了,佟丽娅和董璇都搬黑色棒手帽,闺蜜同款帽子,你们能分得清哪个是董璇,哪个又是佟丽娅吗? 撞脸了,平心而论,这个女网友颜值也超级高,可以出道了单一人演员了,她的旗帜不输给他们两个人,佟丽娅现场给女网友留下了亲笔签名,认真再写字,佟丽娅的胳膊和手太好看了,苗条纤细,网民也是忧心忡忡,吐槽说,佟丽娅和董璇同病相连, 都是丈夫多次出轨,不敢离婚,一波不离不弃的好名声,有粉丝表示,为什么要离婚,不离婚人家也过得很好,过得不好自然离婚,所以冷暖自知,人家拍自己的戏,又不需要讨好老公,直瓜群众纷纷同情说,哎,各自都有位不光彩的好老公啊,你俩那么优秀,怎么就找了他们,不说了,真替你俩不值。 同病相连的一对,还对自己的男人那么执着,真是傻到家了,二人不仅长得像,命运也是有点像,眼光都不太好,这样的境遇没有撇清关系,而是冬月暖阳,是真朋友。